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蕭美琴 今天下午是出席的由民進黨立委張宏露所舉辦的街舞活動 是來跟年輕人互動來搶攻年輕選票 那可以看到蕭美琴登場介紹她出場的時候 年輕人是非常大聲的歡呼來歡迎她 那蕭美琴也在現場跟這些街舞的年輕人們 一起來大跳波浪舞 可說是非常的融入這個環境裡面 不過其實談到選戰議題部分 在明年一月一號會暫定進行副總統候選人的辯論會 那麼其實相關的準備蕭美琴是否在進行呢 另外蕭美琴的這個辯論對手之一 國民黨的趙昭康可才可說是非常的淋漓 那麼對此蕭美琴她說她是很有信心的 一起來聽 我們就其實準備也不是一時的 我們一生的歷練就是在準備為臺灣人民承擔 那相關的細節我們就持續的在競選總部 大家持續的討論做必要的準備 因為你也說過趙少康的口才很凌厲 會不會擔心她在辯論會上就是有很厲害的現場 口才是一回事 但是我們也有非常豐富的內涵 那大家就在臺灣民主的社會 本來就有不同的聲音 我們就全力以赴有信心 好 可以聽到蕭美琴強調說口才非常重要 但是內涵可說是更重要 那另外其實今天下午出席相關活動 是否是要搶公年輕選票 蕭美琴說她跟賴清德就是分進合集 一起來完成這場選戰的一個總統勝選 以及國會過半的目標 一切現場最新